为感谢蒙古国千里宋暖阳的深情后裔,在中国商务部指导下,湖北省12月8日向蒙古国捐赠一批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 当天,湖北省副省长肖菊华向蒙古国驻华大使巴德尔勒递交捐赠证书。 此次湖北省捐赠蒙古国的抗疫物资,主要包括PCR检测仪、3万人份核酸检测试剂及配套物料。 生活物资主要为湖北产青砖茶2万份和湖北彩花怡红茶2千份。 向蒙古国捐赠部分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医疗物资主要包括PCR检测仪和一部分由华大生物武汉有限公司生产的检测试剂。 生活物资主要是捐赠中盟两国人民都非常喜爱的青砖茶以及一尝彩花怡红的红茶。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物资的捐赠能把湖北人民的油耗感情带到蒙古。 也希望这些物资能帮助蒙古人民取得抗疫的最后的胜利。 湖北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城市,三大源头之一和深夷牵头省份。 湖北与蒙古国交流合作,以茶为梅,因茶而新。 此次,湖北省向蒙古国捐赠的川字牌青砖茶、长盛川青砖茶和彩花怡红茶均为湖北宁茶, 是湖北人招待贵客的珍品。 湖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秦军介绍,蒙古国偏爱青砖茶。 此次捐赠的湖北茶特针对蒙古国人民口味所选, 其以茶续写湖北与蒙古国千年情谊。 在蒙古国,它的饮茶习惯是牧区的牧民们都喜欢用黑茶。 白领甚至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红茶为茶。 所以我们就捐了一点红茶。 据了解,在2020年2月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蒙古国总统在访华期间宣布向中方赠送3万只羊, 以表达蒙古国人民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心意。 经中央批准,蒙古国捐赠的3万只羊交由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 湖北省制定分配方案,将羊分送给为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 做出重大贡献的省类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一线医务工作者, 全国各地原厄医疗队, 以及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因公殉职人员的家属。 千里宋暖阳,李仲勤更浓。 湖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秦军介绍, 目前捐赠阳湖北省内部分已全部分送完毕, 其他省区市计划9日前全部送达分发。 湖北官方表示,愿与蒙古国携手兵肩, 借助万里查到重要平台, 深化双方在抗击疫情、投资贸易、文化旅游、交通物流、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密切人员往来,巩固传统友谊。